高雄5号则是新增了3D确诊 其中一人是因为大社家庭的群聚染疫 案10672 这一名家住小港区的女性被丈夫传染 就连8个月大的女儿也染疫 台南周六新增的确诊人数 是住在家里黄昏市场的摊伤 那目前感染源仍有待追查 屏东也新增了4例个案 都是居家隔离期满后筛检 由阴性转为阳性 高雄市的个案总共增加了 是3个 疫情依旧险峻 高雄市5号再新增3例本土病例 这3例其中的1例是原来大社的感染案 另外2例是小港家庭群聚感染 高雄确诊3例 其中案10876这名21岁男性 因为大社家庭群聚而染疫 再来案10672这名住在小港区的女性 则被丈夫传染 就连8个月大的女儿也跟着遭殃 至于在台南也有一例确诊 案1087560多岁女性 是家里区黄昏市场的摊商 平时都佩戴口罩 自行开车前往摆摊 目前市场也暂时修饰 但女子感染源仍在追查 另外在屏东也新增4名确诊 其中案1067010671这对夫妻党 日前遭按摩师母亲传染 而案1066913岁女同事接触组妇而染疫 另外案1087458岁男性 则因为亲友聚会遭感染 而这4名案例全是居家隔离 起码衰减 由阴性转为阳性的确诊者 确诊者是要阴性CT值 要大于30以上 才能够回到家里面自主健康管理 针对确诊者足迹 仔细进行清销 疫情当前提醒民众防疫措施 务必落实 杜绝任何防疫破口 记得台南高雄屏東 正好报道